好了,現在就在香港動植物公園 之前上網就見到 動植物公園前身就是一個 日治時期的香港神社 建築未完工就已經戰敗了 上網有人說 這一邊就可能是一個神社的遺址 大家看看,走到上來 這條直路就說當年 就是這裡興建了神社的地基 這條路就這樣直走 其實發現了 先前一點 這裡左右 有兩個地基 有機會是當年 遺留下來的建築 這裡可能 有隻 日本的 是否叫做柏圈 這樣的 建築可能在這裡 這裡 也是 剛剛好 對稱 像是 有神社的 兩邊的裝飾 繼續走 就說 這裡 有些神社的建築 建築 當然 現在就沒有了 說這裡幾級 就有機會是 那 都是猜測 不得已知了 奈何 有沒有當年的文獻記載了 現在反過來 就是這樣的 這條路就是這樣的 所以 是 這裡 來到這裡 順便 下去 看看 是 真是 其實說回剛才神死的問題 其實也有機會 因為香港還有九龍醫院那邊的 綜藍塔還在 很多入軍棟都在 看一看圖 這裡 這裡是1910年 游水池 這裡看到1950年的 港督府 已經被入軍加了一個塔的物體 已經在這裡了 1905年的香港公園 在港督府那裡 在港督府那裡 再看看還有沒有 有沒有原貌 都是沒有 這裡了 一百多年 已經是第一代的 噴水池 還有港督府 接下來 最原始的建築 就是這個 之前也有介紹過 前面就是一個 噴水池 在港督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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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這個噴水池下面的建築方式 就有點像 食劍尾下面 古朗馬式的設計 其實當年 一大風了 噴水池就是 當年 為什麼 建造這個噴水池呢 就有傳 因為下面就是一個 在港督府 他怕 打仗的時候 有機會 找不到一個 新鮮的水源 在港督府上面的位置 建立了一個 噴水池 下面也是一個 儲水池 有什麼事情 可以把食水 直到港督府下面 這裡 下面 講過了 剛才的建築 都類似是以前 仿古羅馬式的建築 跟 石劍尾 上面那裡 主教山那個 就相似的 下面 那就 不能進去開放 其實 下面就是一個 儲水池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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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時 這裡還是這麼多 對 那 謝謝大家